Hello,大家好,我是喵妹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守法公民》 影片讲述警员谢尔顿为妻女复仇 而与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兜智斗勇的故事 警察克莱德·谢尔顿和妻子及女儿一起生活在费城 一天晚上,他们平静的生活被两个夺忙而入的劫匪打破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惨遭杀害 而自己也身受重伤,请些送命 凶手很快被抓获 助理检控官尼克莱斯接受了此案 按照上级检控官的指示 尼克与其中一名犯人案中达成交易 将杀人罪名都归结在了他的另一位同伙身上 致使其背叛死刑 而真正侮辱克莱德的妻子并杀死他的女儿的凶手 则最终只获十年监禁 十年后,当年的杀人凶手刚刚被释放便遭人杀害 而一切证据都将杀人凶手指向了克莱德·谢尔顿 克莱德很快被捕,并对杀掉当年的罪犯的行为 供认不讳 克莱德还透露,他已经早早安排好了复仇计划 他警告尼克,如果他不能揪出腐败的司法体制幕后黑手 还他的家人以公道 所有当年涉及到这宗案件的人 甚至尼克的家人都将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随着一起起谋杀案的接连发生 被囚禁在狱中的克莱德的警告变成了现实 尼克必须在他的家人成为受害者之前阻止克莱德的疯狂行动 影片前面对于法律的质疑及双雄的斗智斗勇 却越到后面越是成为爆米花式的只求赶紧结束 剧型悬念的解谜到了最后也并没有意想中的出彩 但影片很大部分的紧张感来源于两位主角之间的紧张较量 虽然没有刺激的动作场面 但是影片却在两位主角一中对峙时达到了高潮 这是守法公民的独到之处 也是对两位主演的考验 好啦,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妹妹舞的节目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的支持 可以在下方留言 爱你哦,么么哒